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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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梁锦翔 再来 欢迎订阅明镜 第三节 这节我们就盡可能 我们将会接触 最新局势的发展 但我們在過場時,我們嘗試看,現在都在交著 而且沒有更新的 我們相信在我們正下來的時間,不會有什麼新的進展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件事宣佈之後 大家都要籌操一些實際的問題,接下來要怎麼走呢 但在畫面,我們看了一張很壯觀的圖片 就是日本的攝影師在那裡拍攝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在Facebook上的網頁看到的 就是一些新的加塔龍尼亞的照片 現場的情況 我們現在嘗試給大家看 但剛才William看了一件事就是 裡面看到有人揮動巴斯克旗 這件事真是絕 而且我告訴大家 在我看之前有一次蘇格蘭對斯洛伐克 那次世界波羅圍賽 那些蘇格蘭的球迷是一直在蘇格蘭的國旗之外 是有人拉了一支加塔龍尼亞旗出來的 所以有一些人 特別是某位足總的成員 他說香港足總 不要將這些政治拉入足球 我想說其實足球是跟政治完全離不開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足球是政治最民粹的集中表現 所以一定一定有這些情況 但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情況相當壯觀 我們講完這裏 我們可能轉一轉話題 基本上現在在加塔龍尼亞 統派的路面是絕無僅有的 現在沒有人敢在這個時候 就拿一支西班牙旗出來去抗衡 但我去旅行之前有試過 但現在要全部躲起來 跟大家說 後面的位置就是加塔龍尼亞議會的位置 而且最頂部一直掛著一支加塔的旗 另外旁邊會有西班牙國旗 但很有趣 另外一件事就是香港所謂的特別人政區 就是香港的旗會比較矮 這支是甚麼旗 這支是巴斯卡旗 這支是巴斯卡旗 巴斯卡旗 真的馬上抽水 即時出來抽 是不是蘇格蘭還是... 我不好意思應該看錯了 不是蘇格蘭旗 蘇格蘭旗好笑 不出奇的 現在抽得就抽 抽政治水 但因為自治區的問題 所以他跟西班牙之旗是平牌 現在正在想 剛剛宣布獨立 會否有人夠將西班牙國旗拿下來呢 他如果要拿 必定形成一個媒體效應 那張照片 你記不記得當時美關係 流氓島拆過那支旗 其實後面最左邊有一支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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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未拆下來 還未拆下來 還未拆下來 即是說都未去到那麼盡 但現在大家在雙方要做一件事 很簡單 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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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採龍也有 那馬德里有沒有呢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論裝備 馬德里一定人多 憲法1552 其實在1978年 法朗哥那段政權 過渡到今天西班牙的政權 其實他的憲法就是在1978年 重新再寫一次 基本上今天西班牙的憲法 全都是在1978年寫的東西 確認君主答片 另外1555其實是一條 類似緊急狀態的 就是一旦在西班牙某些地區 不管你自治區也好 哪裏都好 一旦發生這個 完全是很混亂的局面的時候 馬德里中間政府有權 全面接掌你的財政通訊媒體 現在就是這條 但問題就是我當時 你平時可以量度這個 不是量度比巴斯克 對 但是你現在加特龍亞 不同巴斯克地位 它人口大復原 大經濟力力強 對 你要搞它 除非你準備得很充分 否則基本上是無法搞的 所以今晚 我也覺得這樣 上次國民警衛隊可以入到西加塔區內 今次國民警衛隊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去到現在這個局面 即是上次你又不做盡些 你去到現在這個局面 你去到現在的歐盟 對 一見開槍 如果他不譴責 歐盟又不成歐盟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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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這個局勢很簡單 我複述一次 我自己個人對現在的局面的看法 其一就是 就是西班牙政府現在是 那個 作形態上相當之強硬 但真正的考驗就是 他會不會要求國會授權 出動軍隊 動員的時間有多長 加澤隆尼亞的反應會是怎樣 他們會不會組織民兵的力量 還是先下手為強 在這幾天已經做這件事 歐盟在這件事 跟著那個 滑船的努力 有多少 那歐盟這個情況 我相信 就會繼續觀望 觀望到 這個 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震動 不能解決問題 他就會聯同美國 一起嘗試去滑船 那個滑船的解決問題 應該就是 加澤隆尼亞和西班牙 保持某種政治上的聯繫 而加澤隆尼亞能夠充分 甚至比以前更多自治的權利 你認為最後加澤隆尼亞都是獨立不成功 又不是不成功 那個情況會稍為曖昧一點 這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但是 你現在歐盟都有很多主權獨立國家 你可以形成一個聯繫 甚至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奇妙的關係 例如科索奧和蔡尼韋亞 我都有舉例 兩個國家去邊境 他們是不扔印的 如果你經過蔡尼韋亞進入科索奧 蔡尼韋亞不扔印給你 但如果你進入科索奧 又進入蔡尼韋亞 那你就糟糕 他要麼將你的印 就會改進去 蔡尼韋亞寄科索奧 不知什麼區 但是有些I.O.是拒絕你入境的 黑名單 這有點像阿塞拜金和蔡尼韋亞 但是會不會有一天 例如我在華南西亞 我進去加塔 西班牙那邊不肯扔印給我 但我進去之後 加塔扔印給我 我之後再回西班牙 有機會有事 這個我不 我又覺得不會去到這樣 我說了局勢運動之後 我不是說現在 原因就是 因為你始終歐洲是一個 尤其是中歐 北歐 南歐 他們是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是不想發生像雷爾巴爾幹 那類的事情 有集中營 有大量難民 你見到屠殺 屠殺 這些他們經歷了太多 所以我很強要一樣的是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 歐洲人是很清晰地 是不想再回到這種狀況 所以無論如何 剛才我說的 儘管是一個 未必可行的解決 但起碼大家會想一件事 就是避免一個 真真正正大量流血的情況 去到華玩出警棍 出橡膠子彈去打 我覺得已經是 因為上次已經是 上次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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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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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西班牙 這次 完全不明白 為何整個政治班子 可以判斷錯誤了 甚至我覺得你如果消極一點,不理不民 可能今天他不會迫他這樣做 我覺得他不可能不理不民 因為他自己如果不理不民的話 他自己的政府會倒台,這個自己的一 但你說走到155,對吧? 155 155這步是一個錯誤的做法 就是說他在那個referendum之後 保持這個對話 儘量用其他方法 嘗試軟化你 軟化這個狀態 我覺得這件事都不會去到今天這個局面 但正如我不斷強調,歷史不是理性 很多時是有一些非理性的小錯誤 不斷累積而形成大 但我始終堅信 你說今天要用大量的武力 大屠殺去制止這個狀況 我覺得就不可能 在佛朗哥時期會,但今天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這個強引 而且善良性不容許你這樣做 那次未有歐盟 你喜歡怎樣搞 你被國際制裁佛朗哥嗎? 行了,皇馬,出去踢球 我給你錢,你出去維護 提升國家形象 但今天沒有這支歌仔唱 好,暫時不表 好,接下來就有十分鐘 其實今天原本是頭條是說這件事 就是這個JFK檔案 另外的附加某些東西 就是DQ案 DQ案 有沒有時間說 JFK案 因為時間太短了 我們只能說幾個重點 第一,這個檔案本身 其實現在還沒有公佈 有幾百份 去到最後 那個情報機關 要求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不要公佈字 所以整件事最精彩的就是 這幾百份的說什麼 就不是現在公佈了這堆 這堆說什麼 那麼後面那一堆就真的要猜 就是後面那一堆 舉個例子,比如說 哦,原來金納迪見到外星人 所以他被人堆倒了 OK,那就非常好 但是後面那一堆 必定首先要先說 就是原來都有一個期限 就是2018年 我不知道幾個月 不知道是4月還是什麼 就是除非Donald Trump阻止 否則呢 那個有特殊理由 才可以不公佈 原來到那個時候 限期一定要公佈 一百年 不是一百年 我想知道一件事 William在剛才節目之前 就問我那個問題 他問呢 就是政府的文件 是不是一定有期限 公佈 我說不是 OK 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理解 來的 美國就有一個叫做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英國都有的 英國呢 就是限期了 就是講了幾一年 為什麼一定要公佈 但是不等於每一份文件 都公佈 因為為什麼後面有個彈書呢 就是當這個國 就是政府 包括情報機關 他覺得這份文件 公佈的情況之下 會影響現在的 美國國家安全 那是可以不公佈的 就算有這個所謂 就是這個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都沒有這件事的 那後面現在二百幾份 即幾百份那份 就是根據這個理由 last minute 向這個美國總統說 不行喔 這幾份文件還要看一看喔 不是他們 只是自己看 他要給美國的 這個白宮那邊看過 覺得真的是 但因為這個時間太短 所以就不可以現在 就是做一個判斷 但特朗普呢 就講得很清楚了 你再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就明年一定要公佈的了 好了 那另一個問題來了 特朗普這件事 就是這個問題上面呢 一時不偷計就做保障 他說政府要很高透明度 當然不是啦 你自己搞的事都不透明啦 沒錯 那為什麼他在這件事上面 又表現這麼大方呢 那很簡單 現在自己揍身的 起碼找小姐轉移一下 就是這件事 又是用回這招 之前也是這樣 總之 其實政治也是這樣 他一旦受到壓力 他就要找這方法轉移 但他很聰明 不用放光出來 不是這個就是這樣的 這個看法呢 我覺得呢 我和這個一般媒體的看法 我覺得有少許不同 因為一般媒體 譬如《The York Times》 或者《CNN》 就算公佈了 你都找不到什麼東西的 我相反而見 我覺得呢 如果這些文件 包括剛才說的 現在還未公佈 當這個Oshford 即現在說 殺死金賴迪 1963年12月23日 開槍打死金賴迪 唯一空手 他在事前幾個月 已經是被這個 中央情報局和FBI 密切關注 剩下的問題是 為什麼要走流眼 是不是故意走流眼 還是什麼呢 不知道 因為這個人很奇怪 他和美國的極右翼組織 又有聯繫 他本身也是所謂 這個共產主義 就是這個 馬克思主義的順序 又去過蘇聯 如果你現在看這個文件下去 是越來越複雜 不是 好像一般人說 就說 這番文件 就算公佈了 都是證明 他是唯一一個 殺死金賴迪的人 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人物 他不斷在美國的 情報組織裡面 是出現的 這個切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 在這個 中心情報局 是僱用了 這個 美國黑手黨 其中一個人物 我不記得那個 那個具體的名字 怎麼說 應該是 Sam Gilcarna 那個名字 不太準確 聽來是像意大利名字 不是像 只是意大利人 其實是黑手黨 是僱用了他去殺 暗殺卡斯特洛 那不成功 但是問題是 這個人物本身 後來 他臨死之前 透露了 他曾經請過人 去暗殺金賴迪 其實很多這些 臨死之前的說法 已經在書道裡面 正式說了 因為我看了幾本 我記得 舉個例子 譬如水門事件 進去 撻野 然後被人拘捕 以後 他臨死之前 又是說這件事 即是說 金賴迪被 一個集中檢察 我覺得神美之爺 你好像都說過 關於這件事 只不過你正統歷史 學家 故意不看這個 相關資料參考 故意不說 所以如果在這個檔案裡面 沒有記錯 Sam G. Akaner 這個就是 今次檔案裡面 其中一個 會找到具體的紀錄 就是中央情報局 找他去暗殺卡斯特朗 他其實就是當時 在警局走出來 一槍打倒了 刺殺金賴迪 那個人 是他 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 後來去殺奧斯特朗 那個人是跟他有關的 這是一個大毒梟來的 現在我們 不能夠找到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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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其實有這段 相關的新聞 就是 這個 這個 2014年的審議 20號 就是 一個 黑手黨的 在後面 這個 confessed to killing Kennedy 那 有了人名的 即是他 他是 事隔很多年 才去說這件事 就不是剛才我講的 剛才我講的 應該就是 他去買兇殺金賴迪 基於這麼多的證據之下 你還去現在去說 這個沒有陰謀論 很簡單來說 就是自己欺人 沒錯 但是這個情況 就必然 去到這個檔案 全部去 清出來的時候 才可以 大家有一個結論 所謂的 但是這件事 就是這個檔案的公佈 我自己是比較悲觀一點的 因為即使現在說 在所有這些檔案裡面 要公佈出來 還有一些檔案 是大家 簡直是不知道存在的 你告訴你 你簡直是不知道 有這些檔案 大家也都無從去 去稽考這些檔案 究竟存在哪裡 幾多年之後才會爆出來呢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被過的 有機會 即是不是完全被你知道的 所謂的 即使你今天去到美國 我自己的所謂的 真正的民主國家也好 即是 你經歷這麼多事情 或者人現在的 招式補給性 即是你有時候 對於政府所謂的 機密文件 都有所懷疑 嗯 好了 剛才那段新聞 我只抽這一段出來 就講講 這個人臨死之前 他講過什麼呢 這個是透過一個電視台 跟他講 這個人叫James Files 那你聽過的名字 就不是這些意大利人來的 但是他就受僱於 He worked under mobster Charles Chucky Nicoletti an underling of Mob, Bob, Sam, Giancarna 即是剛才我講過的人 我說錯的 就是他直接殺他 其實不是 他的小子殺他 那小子現在認了 那你需不需要追查 這個線索呢 那我告訴大家 美國的歷史學家 是不會追查 這個線索 但是越看這些 就越樸縮迷你 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明白 這些關係很難搞清 到底是什麼 而且始終我自己覺得 即是金辣地刺殺案 是我看這麼多這些 懸疑的事情 我覺得最難 很難去完全理解 因為又有很多陰謀論出來 然後又有很多這些 推論 那些人說 那些人拿完把傘 那是什麼 又或者其他角度 不是 最慘的事情 究竟是車子坐了四個人 還是六個人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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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四個人 我再拍照 我看了四個人 我又說我們出現什麼環停 我們不用吃藥的 OK 我們沒有失調 那些人 有圖有真相 真的有四個人 那麼 那個 就是 答案 我相信 就不會在今年公佈出來 但是為何今年會公佈那個檔案呢 大家有記者 一個 金賴迪是一九一七年出生 是的 今年是他出生的一周年 即是他今年應該是一百歲 是的 而且 今個月的一百年前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十月革命,但沒有人慶祝 甚至俄羅斯也不理會,沒有活動 俄羅斯共產黨也消聲勵即 有共產黨,但沒有人理會 我公自己也不敢慶祝 但我奇怪,十九大時應該慶祝十月革命 因為十九大忌,閉幕時是唱國際歌 國際歌,有些人懂得唱 我也聽過德文版本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到尾,William有沒有補充賈頭龍尼亞最新的局面 剛才我看了《EPA ACE》的《國家報》 這媒體都夠僵 派人全天候直播,甚至在家塔直播時 在咪的前面有個《國家報》這個字 《EPA ACE》 我佩服這群傳媒人,不怕受到更多人 我還是說一句,歐洲到現在是一個文明的國度 無論大家去到怎樣都好,沒有理由打過記者 除非他拿著西華國旗出來做其他 《UNA ESPANIA》 《GIVA DE LIE》 我覺得剛才看到,國會上也不拆西華國旗 換言之,其實這件事在暗流中 是仍然有談判的可能性 但獨立這個,即是加特隆、建國這個 就是不歸勞 這個就是成功的 你猜有否一些人出來 西華人說要殺 你會否有可能出來 那條人馬上被殺了 至少也不會看到藍絲在搞記者 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拜拜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感谢观看